好 谢谢 这个 要我帮你吗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可以 我们 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你还想去哪儿 我 我没有 爷爷 爷爷 你要回去啦 我要回去了 好 有长牌啊 好好好 送人家 本来就打算送的 不用你提醒 走了 走 爷爷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好好 爷爷再见 再见 我先走了 还没好吗 没有没有 我已经擦过药了 没事了 你可以把你的车钥匙 给我看一眼吗 等一下 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生日都过这么久了 自己拿着玩吧 你生日当天我给你买的呀 而且生日过了 也可以再用嘛 我来吧 谢谢了 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这个是我根据你网上的名字配的 这个是我根据你网上的名字配的 枪杠 对了 今天女生 带你去买礼物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了 客气什么 有人有我 安全带 我们去哪里买东西好呢 我都可以 平时你都去哪儿 我很少有给人买礼物的机会 那 那你也没有给女生买过吗 我都说了我这个人很实际 一点都不懂得了 那你会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比如说去看个电影 或者是去吃个饭吗 自从我进入CTF这个圈子开始 我关心的就仅仅只有团队的成绩 和如何让中国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 拿到冠军而已 你已经很棒了 真的 你有自己的梦想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不是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 当然追逐荣誉很重要 比如你的战队获得了比赛胜利 你可以把这份荣誉 给你的战队兄弟们一起分享 但是当比赛输掉的时候 或者你辛苦的时候 你肯定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吧 当第一当然很好 但是当第一也很辛苦吧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去当你那个倾听者 去陪伴你那些不快乐的时光 到了 我平常反正都在这边买东西 买一些什么好呢 不用了 我家里很多这种电脑配件 不用再买了 很多电脑配件 嗯 你是计算机专业的 嗯 你要是不挑 我就自己选 我真的不用 我玩游戏完全不行 你给我买了是浪费钱 这些很简单的 你这么聪明 十分钟应该就喜欢你 那你买帮我学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学 我有的主意 我不想清晰 天儿 您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您介绍介绍 这些都是最新的游戏 您需不需要试一下手感 不用 吃吃 这么多 来 这边 来 给我 等我一下 这是什么 乌龟 它跑得非常慢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猪 看起来很笨 实际上很精明 这是终点难度 熊猫 我们国家的国宝 所以这是难度最高的 我这样游戏 会分成三大类 这样子你在玩的时候 就根据标签 可以知道它难易程度 可是我玩游戏是短板啊 不懂就问我 给你找我的技能 这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同言是猪 饿了吗 饿了 渴了吗 不渴了 要买衣服吗 不用了 鞋呢 我有这些已经够了 我自己拿吧 我自己拿吧 你之前是怎么约会的 我没有想打谈你隐私的意思 只是我不太懂 所以问我 我 你是我的初恋 我明天去三亚风味集训 小者回来 好 你 你多注意安全 航班号就不告诉你了 不用紧了 每天晚上九点之后三点之前 你可以跟我联系 其他的时候 如果不是要紧的事呢 那就暂时不要给我打电话 因为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训练 好 好好学习 我学习还挺好的 继续努力 我研究生了学分都修完了 也该放假了 没什么努力的了 那 修完了也得继续学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学海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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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我接后面那句吗 后面那句是什么 唯情诗案 好 那个 要 要 要抱一下 不 不 不用了 这厢门口 人还挺多的 其实 其实也不是我要抱了 就是 这个谈恋爱 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明白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看那家地瓜汤 我们学校都喜欢在那吃地瓜 好像味道 味道特别好吃 好 等我一下 去干嘛 多少钱 二十 对不起啊 我都忘记你今天没吃饭呢 你买了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就每个都买了一点 你先挑挑 不喜欢的我带走就行了 我都喜欢 都能吃 吃 吃得完吗 吃得完 吃得完 给我吧 还有游戏机 给我吧 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你发财了 没有啊 我今天开心劲儿想吃东西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准备泡面吃了呢 今天郑辉说你哥来学校接你了 什么时候多了个哥啊 不是我哥来接我 不是你哥 不是你哥 新男朋友 你一起吃吧 都是他买的 你这可以啊 猴树万年不开花 一开开满树呀 一回就谁啊 是 是要问问爱死得快 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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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他送的啊 送我的生日礼物 可以啊 你又不玩 他送你这些干吗呀 你懂什么呀 他喜欢玩啊 只要他喜欢玩我就能学 我肯定也能会玩的 行行行 这句简单 适合你 赛车的 可以 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不可能啊 我可是游戏专家 这 这两个相战的我已经最喜欢玩了 是吗 这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标签啊 又熊猫 又乌龟 又小猪的 这 他给我标的 他说了让我按照顺序玩 可好了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你千万别拆了 要不然我就不得 恒年 我刚说行了 我让你别拆 行行 你快还给我 恒年 他帮我标的 你别弄坏了 他帮你标的 我得按照顺序玩 你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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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弄了 讨厌 这是 还好没弄坏 吃一点东西吧 这 对 来 来了 小深 久等了 不好意思 今天台风飞机晚点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塑罗队长 好久不见 你还是一样那么帅 没有 老了 你也一样啊 越来越漂亮 希望你们会喜欢 这个新开幕的 亚特兰蒂斯酒店啊 保证让你们 不只训练得开心 玩得也很开心 来 大家先停一停 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美丽的女主编 就是我们国内早期 CTF杂志的主编 我早些年带领搜罗战队的时候 就接受过他的采访 而且他跟我们一起训练过 写了我们不少的报道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 您好 您好 谢谢 周深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真的介绍得也太简单了吧 当今我们搜罗战队 可以在CTF圈 很快让人知道我们的名声 除了我们自己 自身的努力以外呢 多亏了周深 那可真是一天一篇报道 功不可没啊 不光这些 他可是韩商严的老粉 之前给韩商严拍得那么帅 我都嫉妒了 得了 那是你长得没人帅 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是习惯偷拍 不偷拍你能给拍吗 更何况偷拍得你更帅啊 来 欢迎来三鸭 商严 来 行李 走吧 房卡来了 谢谢啊 谢谢 不客气 大家领一下房卡 给大家发一下 来 大家领一下房卡 好 好 你们每天的排名 会在网上更新 所以不要给老大叮脸 知道吗 你的房间是周深给你办的 还没有出来 我就不管你了 既然都拿到房卡了 还不赶紧上去 收拾收拾 准备训练 来 走了 先走了 的话你们就先上去休息吧 好 先忙 你好 商严 这是中国CTF的第一届精英训练营 我们CTF周刊是协办方 同时也是活动的品牌营销总监 我是计划负责人 负责接待你们 太长 我记不住也不需要 没关系 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如果你有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给你一张我的新名片 我知道你不太用微信 也不用微博 想要联络你还真难啊 不过我是做媒体的 打听了不少你的消息 听说你谈恋爱了 其实这消息也不是很确定 我就是听我一个同事说的 他说在那个广州赛场 看见你 如果您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们的领队 请不要打扰我 好的 我先去把你办入住了 这次在房间呢 是特别预备的 谢谢 不客气 来 看一下 这是日程表 大部分时间呢 都在集训 当然也有沟火晚会 和一些休闲活动 开什么玩笑 不客气 弄这么多的娱乐活动 想把孩子们弄废掉啊 我说韩尚言 你可真不知好歹 来来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是自选的 不是强制的 你总不见得 让孩子们二十四小时 都在训练吧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花太多的时间 在玩乐上面 就没有时间训练了 你知道吗 好好好 你都删了 好吗 江总 我觉得活动安排是多了点 小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啊 行 都听你们的 我呢今天就回上海了 这次集训活动 是CTF周刊主办的 接下来有什么事 找他们的负责人周珊 来了 哈啰 周珊 坐 来 这是两位负责人的房间 谢谢 这份合同 两位负责人都看过了吧 主要是希望两位 在这次精英训练营当中 能够把所有的行程 全部走完 不会中途放弃或是离开 这样对主办方 也比较好交代 毕竟 两位和两位的团队 都是现今国内 CTF界的迷心 不是吗 放心吧 周珊 我们不会的 还是希望两位老大 能够给我一点面子 这段时间在这里呢 这段时间在这里呢 就好好训练 好好放松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你放心 我知道我来是做什么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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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坐下来吧 好 你看那个鲨鱼啊 我真的是胆战心惊的 我最怕那个周珊采访我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一采访我 就会扯到韩商严顺顺顺 不是 也不知道老韩 怎么就那么有魔力 能圈这么多的死终粉 帅啊 对啊 大家当初都是一个战队的 怎么我就没有啊 欧强我跟你说 只要够拽才会招人喜欢 够拽 我会啊 来啊 手肩 头 永远斜势 六十度 头再歪一点 再歪一点 再歪一点 眉头 皱一点 视线 视线 眼神 眼神 吃散了 吃散了 就标准行动了 对 兰花痴 我吃散了 吃散了 你拼一下很开心啊 像不像 我觉得你身高 再高一点就像了 你的《小耳朵》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休息时间到了 休息时间到了 你忙完了 那我们可以联络感情了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不耽误你也不用打字 我们可以视频聊天 你确定 是啊 这样方便 不想听见 我听见他 我让你听见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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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爱 这是这家酒店要送你的娃娃哦 有事儿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哪儿 你给我站住 我要去帮你找小海马 你给我站住 你快来啊 别闹了 你快点 小海马 鲨鱼你在哪里啊 哈善言 天师姐 就要放手 与她然后放手 她好 点燥 一下 管子 烦純 不知道 我得找个要 还让颜安 坐下吧 和你商量点证实 就是 有件事我拿不准主意 想和你商量商量 就是今天我和向总聊了两句 其实这事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是和米少飞有关 米少飞 我知道小米去了S&P之后 你还是很关心她的状况 对吧 韩商颜 你能看见我吗 韩商颜 韩商颜 你不要推人家 米少飞 她在挪威个人比赛成绩很难看 S&P高层对她很不满 打算让她降级去二队 我是说 她的排名 我可以靠媒体的渠道 来想想办法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你在跟KK中国区的负责人说话 你提高了米少飞的成绩 就有很大一部分职业选手的成绩 要被黑掉 你觉得我会同意你这样做吗 况且CTF是神圣的职业 她是公平公开的 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可耻吗 我曾经也是一个职业的CTF选手 我最讨厌就是听到黑幕两个字 但是米少飞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 她很可能明年就会退役 这事你有想过吗 要是她真的被降级去了二队 那她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打总决赛了 房间号多少来着 什么房间号 那个叫波赛东水底套房 你知道吗 今天成绩不好 估计老大又要发飙了 要是大嫂在就好喽 也不一定好啊 这万一碰上 不能增进他们夫妻感情的日子 这苦了还不是咱们 不能增进夫妻感情的日子 啥是不能增进夫妻感情的日子 你真啊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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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残勇是谁啊 你们能不能先帮我解开啊 她怎么会出现在老大的门口 这个样子 我去 谢谢啊 你好 我是果然的 可以 我们可以说吗 果然 你觉得我现在能握手吗 林宝 过来 开门 这种事情老是让我干的吗 快点 老大 这个有 你们是不是那个 进了 拜拜 拜拜 先帮我解开啊 老大的房间就是比我们的高级 你看还有鱼 大家好 什么傻 帮我订一张机票 顺便跟前台车多订一件房 给谁啊 童年 舍不得分开了她 小别胜新婚 这女孩子啊 都不喜欢太年的男孩子 赶紧的 老大 你就不要担心了 也不用那么麻烦 现在手机下载个应用程式 直接线上就可以预定 来 搞定 很方便的 对了 大嫂来待几天啊 就先这周的周末吧 到底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老大想大嫂了 别这样用问对不对 顾让你 你经验比较丰富 怎么给女孩 安全感 谢谢 这个你可三分对人啊 我猜着你 你拿到的 有没有 我猜到的 你一切 大嫂 你童年 你磨蹭什么呢 还不去洗杂啊 身份证 要我身份证号 不要乱报身份证号 小心遇上诈骗集团 不会的 这是我朋友 没事 干吗突然要身份证号 难道真的不可以 像是什么呢 我 我没有 我不知道的 定就是你 不知道干什么 你就这么放心地给他了 我 瞧那个心生不宁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把他叫出来 我帮你审审他 我从来看见你眼光有问题 我哪儿八卦什么呢 什么呀 跟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啊 眼光有问题 你同意 你同意 同意 眼光有问题 喂 喂 收到了 没什么事 过来玩两天 当度假 那刚才那个女孩是谁 碰满神经病 神经病 那你都给我订票了 我就去吧 谢谢 我订了两间房分开水 放心吧 我不是担心这个物是吧 嗯 就这样 你看 你有鲨鱼 你们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别带到这儿了 老大 订两间房是不太奢侈了 嗯 关你们什么事 快走啊 走老大 再见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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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二 明天就去 时间很紧急 你这么着急 大事 这么大的事 一会儿 可能不会下雨 但是一定会有大太阳 这个带着 谢谢啊 带着高建思 以防蓝衣 谢谢您啊 是 喂 韩商言 我现在到了 我就在你们这个 酒店的这 这个外面呢 大想等我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先忙 我 我在里面等你吧 有点 韩商言 方天 不要难以解调 能不能认定你是我 你不应该 想起来有希望花多少 我才能够固占你的怀抱 上妍 上妍 那个女的诗 等会儿帮大家准备了龙虾大餐 每个人都有一只大龙虾 慰劳你们 辛苦了 谢谢 你来了 等很久了吗 没有没有 房间帮你预定好了 跟我来 好 有酒吗 哈喽 有酒吗 有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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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饿了 好可爱 我看这鱼挺可爱的 怎么了 过了 我看这鱼挺可爱的 谢谢 谢谢 走路还是要当心一点 鞋带开了 半倒自己怎么办 走吧 这是你的房间 房卡给你 谢谢 那你住哪儿 我不在这边 在楼下 这么大 这底下还有游乐场啊 酒店这么大 我觉得我随时都能走丢 我风险感特别差 把你手机系统的账号密码告诉我 干吗 有用 账户是同年的拼音加上我的生日 0320 密码 密码 密码忘了 密码是你的生日 不对 我还没说完呢 你的生日加我的生日 0214 0320 出门记得随时随地带着手机 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 我不是想要监控你 我不是想要监控你 只是你刚才说 这里这么大怕走丢 我也怕你遇到坏人 你为了我一个人来到三亚 我也得为你的安全负责 还有我把我的定位也打开了 这样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地找到我 没想到你还会弄这个 不让他交的 长途费心辛苦了 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那我明天干什么呀 这里娱乐设施这么多 随便玩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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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眼影 栽红 眉笔 纳紫 韩少爷会不会约我去潜水啊 幸好我带了这个 我一会儿要在这里开会 你自己先去玩一会儿 觉得无聊了再回来 不用管我 你忙你的吧 这个给你 这样进出会比较方便 放心吧 注意安全啊 光特 你们老大带家属来了 可恶嘛 那不是吗 大总 要一起喝杯咖啡吗 我一会儿再过来 我一会儿再过来 队长 你能不一直盯着人家领队看吗 没错 带上他 偷偷看 训练去吧 不是 来 啥什么酷啊 童年 爱情 你也有工作证啊 刚刚韩少爷给我的 但是职位上怎么什么都没写呢 看我的 队长 别耍酷嘛 我也不知道 他刚刚给我的时候 这职位就是空的 你职位上如果不写的话 人家是不能让你乱逛的 是吗 那我得写什么呀 你就写 家属 这 这 直接写上不是很好吧 没有什么不好的 你就跟韩少爷说 你给我写上家属 如果你不写家属的话 下次我就不随对了 可以跟你聊两句吗 见了好几次面了 但都没怎么好好说过话 当然可以了 跟你聊天是我的荣幸 高兴都来不及呢 那我请你喝咖啡 谢谢 走吧 你跟韩少爷差好几岁吧 差了十岁 差这么多 那你一定不是他的粉丝 韩少爷出名的时候呢 是二十一岁 那那个时候 你才十一岁啊 我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 CTF什么的 听都没听过 所以也不是他的粉丝 不过自从认识他以后 我就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了 真的是没想到 以前呢 我们都觉得老韩一定会找一个 跟他有共鸣的高手 过去追他的人啊可多了 那当然现在也很多啊 所以我们就给他 起了一个名字叫万人展 斩断所有迷恋他的眼神 那喜欢他的人有这么多吗 当然了他是谁啊 杠神啊 你想不想知道他以前的事情啊 想 尤其是那些网上没有的 让我想一想啊 以前我们在 solo战队的时候呢 养过一只猫 但那只猫 一直都是韩少爷在照顾 后来那只猫去世了 他提都不让我们提 所以我就跟solo推断 在感情观里呢 他一定有初恋情结 他这个人啊 战友欲特别强 特别爱吃醋 但是呢 又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 就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可是在爱情里 也会因为一些事情 纠结得千丝万缕啊 他有初恋情结 没想到吧 那他的 他的初恋是谁啊 他的初恋啊 我猜 是你 我 对 因为他从来没有 传出来过有女朋友 而且他看你的眼神 就像他看那只心爱的猫 真的假的 我觉得那九成是真的 还有一成 你自己去问他吧 两位大名女在聊天哪 要不一起吧 我想你干吗呢 你平时老韩看得那么紧 我都没敢仔细看看小嫂子 吓人家了 对了 solo找你 过去一趟 好 知道了 走吧 拜拜 拜拜 爱情 今天谢谢你啊 跟我说了这些 其实是我谢谢你才对 韩商业没有家人的支持 一直飘在国内 就是为了给中国拿金牌 没有家人 没有女朋友 就是要赢 一直赢下去 用中国的国籍 拿回所有的大满贯 所以啊我们都特别担心 没有人能受得了他的坏脾气 还有他对CTF的偏执 可是你看现在 多好 走吧 你的工作牌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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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爷爷每次都嫌弃他的原因吗 事业如此成功 拿了这么多冠军 吃了这么多苦 吃了这么多苦 家里人还是不能理解他吗 很辛苦吧 辛苦吧 天气太热 天气太热 你中暑了 等我啊 刘 我很好训练啊 好好训练啊 好好训练啊 好 我不是故意要大声叫你的 我前面叫你都没听见 所以我就喊了你一声 不是 你刚才下面比了什么 我一句都没听懂 我说你一定很辛苦吧 让你在上面等我 你看 听我说 我不反对任何关系 连来的情侣者 但是在公众场合要注意影响 要不然被人看了笑话怎么办 知道了 你尝一个 听我说完 我是个男的 我不怕吃亏 最后吃亏的都是你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好喝吗 还可以 多喝一点 搞什么 就放小孩出去玩十分钟 回来怎么就这样了 小米跟我来 還请你带大家继续训练 没这样闻 不准你 你干吗 不准 那个 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啊 不会啊 这里很好玩的 其实 酒店一楼大堂 你从后门出去 有沙滩你可以去逛逛 想吃什么呢 喝什么 直接挂房账就好了 沙滩呢 是几个酒店连在一起的 你别走丢了 不会的 手机还有店吗 有 很多店呢 假如你手机弄丢了 你就先回答 你怎么跟唐僧似的 啰哩啰嗦的 我又不是小朋友 肯定不会丢的 放心吧 我给大家买的水果 你给他们拿进去吧 那此之 我只给你买了一个 拜拜 走啦 一会儿找你 嗯 那个 有人给你们买个水果 有人是谁啊 有人 有人就放手 来 传个球啊 传个球 来来来 好 你好 你们好 怎么一个人啊 嗯 会跟他们一起玩吗 没有带比基尼 你好 我是米少飞 你好 你好 老韩过去的好兄弟 我知道 我认识你 有看CTF周刊 不是 是我认识他以后 收集了很多他的资料 所以你们我都认识 有心啊 我去买点喝的吧好不好 行啊 喝两杯 不用 不用客气 没关系 自己人 快点回来啊 好 谢谢啊 太客气了 聊聊 好啊 好啊 那天我听你穿了小毛驴 挺忧伤的 是不是跟老韩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起啊 我无意要打听你们的隐私 我以前是当队长的 现在又负责管理战队 最基本的就是独人心 所以我看出来 韩商言以前是住在挪威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就知道 你要向我打听老韩 网聊 那你们是几几年认识的 大概是零五年左右吧 我们在网上聊得非常投机 所以他就从挪威来找我了 就因为在网上聊得很好 他就从挪威来找你了 老韩这个人啊 他性格古怪 你不能用那种正常人的思维 去思考他 水瓶座确实怪怪的 怪怪的你还喜欢啊 来喽 谢谢 凉的可不可以喝啊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来 这个给你 哦 谢谢 谢谢 欢迎 你接住了 尝尝 杯子里是什么 明少飞给我的 这是酒 小孩子喝什么酒 哎呦 老韩 没事 这没几度而已 水蜜岛口味 家的冰块冰冰凉凉喝多舒服啊 谢谢照顾我们家小孩 自己兄弟别客气 过几天有空 我想找你好好谈谈 欢迎你 走了 拜拜 走了 拜拜 来 我一定不能烦他 我也不可以总是找他玩 他实在太忙了 不能打扰他 我一个人可以的 童年 你一个人啊 我想也是 他们都在训练很忙的 要不我陪你 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 没事 我也闲着 而且我也没吃饭 带你去这海鲜大餐 不用了 真的 反正都是要吃饭的嘛 我带你去逛逛三亚好玩的地方 然后吃好吃的海鲜 到了 到了 谢谢啊 小心啊 谢谢 这儿的老板我很熟的 这海鲜特别好吃 你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呀 没有 我都可以的 好的 那我就点这边最有名的 好 训练提前 只有十分钟时间 来吧 怎么了 上次见面也挺仓促的 没来得及跟你叙叙旧 咱们兄弟需要续什么旧啊 感情永远都在 小米 白开开吧 韩商言 我没有那个价值 犯不着让你再三挖我过去吧 你们每一个人在我心中都是无价的 我知道你这个人重情 重义 但选手的价值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 我的成绩很差 我去那边不是扯你后腿吗 我去那里 这是怎么说呢 不能够 我去腿了 路上 我是你 亭 有画珍质 你训练习 你把我去腿了 我去腿了 全部都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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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吧 滚吧 回去兄弟去吧 走了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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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好 你好 麻烦问一下 地图上显示的这个位置怎么走 这边的话你往这边走 大概三公里左右就到了 是家海鲜餐厅 谢谢啊 不客气 那个您需要带把伞吗 因为看天气快下雨了 没事儿 谢谢 不客气 你点了这么多菜 太不好意思了 放心 我跟这儿老板一样 挺熟的 你多吃点 这价格很实在的 谢谢 这个好吃 来 没关系 我自己来吧 你多吃一点 还有这个 好 谢谢 你怎么不吃啊 你放心 我常吃呢 你这么一直看着我 有点怪怪的 我不好意思吃 要不要一起啊 不用了 你吃吧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只是 很少看到 有人跟我们家商言走在一起 就是有点好奇 这样 你是她的女朋友 没错 我是她的女朋友 我们双方父母呢 都已经一起吃过饭 见过面了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一起吃的年夜饭 一起吃过年夜饭也没什么嘛 我想 你就是太年轻了 对很多事情你应该不太了解 像商言这样的男人 其实你们不一定是适合的 对呀 韩商言刚进CTF圈的时候 我是他的粉丝 那时候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哥哥喜欢编程什么的 我就跟着学 也就接触了CTF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他 就好喜欢我们商言啊 然后他就忽然退役了 但是你知道吗 童年 童年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商严 我才走入这个行业的 我知道啊 这些爱情都跟我说了 她的粉丝很多的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才不止什么粉丝好不好 要是我早一点跟着商严 她呢就不会这么早退役了 而且凭我的能力 不出三年 她呢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的第一人 你 看上去挺闲小的 你和商严的年龄 应该差得挺大的吧 你大学毕业了吗 今年研究生毕业 看上去一点也不像 我才不要告诉你 我读过少年班呢 年轻怎么了 老女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 一定都有一个重要的女人 我知道呀 我很理解她的 我支持她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还不行 男人的事业心都很重的 一个能够帮助男人 事业成功的女人 才是最后能留在她身边的人 倒是那些年轻貌美 阻碍她事业发展的人 那就不过只是 浮光掠影 传过水无痕的短暂缘分 怎么这么多苍蝇啊 飞来飞去的 嗡嗡嗡嗡嗡嗡嗡 烦死了 别动啊 你那儿有一个 我帮你打掉 所以你跟我说这些 都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没别的意思 就只是看你年轻 我怕你受伤 像伤岩这样的男人 你可能不太了解 他未必适合你 他不适合 谁适合 伤岩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想知道 自然就知道了 伤岩 我们刚还聊到你呢 来 你也一起吃吧 来 我就是想说你忙 然后他一个人也很可怜 我就把童年带到这儿来玩玩 顺便我带他品尝这个 三亚美食 你也尝尝吧 好吃吗 好吃吗 这样子的鸿门宴 谁吃都不会开心 这个方向吃 应该会开心一点 够得着吧 对了 刚才爷爷还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想你了 真的吗 那我一会儿给爷爷打过去 我也想爷爷了 好 我看你们好像挺开心的 那我那儿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忙去吧 我真的走了 拜拜 不送啦 好的 爷爷在家吗 我现在给爷爷打个电话吧 不用了 他没找你 你刚才不吃他醋吗 我配合配合你哄你开心 看你这委屈的脸 他跟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是你的粉丝 你过去就认识他吗 他就是一狂热的迷妹 一心想进入这个圈子 他说他很早参加过 CTS比赛 可厉害了 哪像我 厉害管什么用 我又不喜欢他 你说对不对 你衣服怎么湿了 暗天白云 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 那你怎么不知道 打把伞呢 担心 着急过来 好吃吗 还挺好吃的 还人不怎么样 选的这餐馆吧 还有这食物都还挺好的 你也多吃点 你怎么吃啊 刚才他一直叙叙叨叨 跟我说话 我吃得特别多 这个超好吃的 好吃吗 还不错啊